这个后边会出一些血啊 所以做了消瘦的处理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通过审核 所以就单独放一个 万一不行再补别的吧 这个病例到我手里的时候 已经是我们前面有几个同事处理过 他们也发现了这个不是普通的叮咛 因为你从刚开始某一看确实很像 是一般的叮咛双色 但是我们的同事在处理了几次以后 我就发现不对了 拍了CT CT上是很明显 对外耳道的骨质是有破坏 骨膜都受到了很大程度的这种挤压 所以在这个处理过程就比较困难 那么我中间就接过来 这个老人一个是年龄比较大 第二个身体情况不太好 之前放了支架 而且放了还不止一个好几个 这个当时说实话 出于这个心理的支打鼓 只能说商量着来 老人说我们试试看吧 能取就取 实在不行再说别的 因为他这个心脏这个状况 而且放支架的时间离的比较近 可能麻醉上 如果真是想做麻醉 也是一个比较有顾虑的事 因为他毕竟这个外耳道胆脂瘤 它并不危及生命 它只是影响有些不舒服的耳朵症状 它对耳科的整体的功能破坏相对比较小 它主要破坏外耳道的形态 这个区域已经开始出血了 所以就做了萧色的处理 希望审核的同事高抬归手 白色的角化层已经很明显 可以看出来 这个确实疼 但是还在它的忍受范围之内 大家可以看镜头还是比较稳定的 因为这个也没办法说 我把它拿铁丝拧在那是吧 全靠它自己的这个控制力 所以这个疼痛的 我也可以通过这个镜头的稳定性 大概能够感觉到它 而且攻击间过程当中 也要经常跟它沟通交流啊 能不能扛得住 这东西不像年轻人 你说年轻小伙子 或者小姑娘 这个咬咬牙死扛 老问题不大 无非就是疼嘛 这个老年人心脏不好 你这个疼得太狠了 我还怕它出别的问题 还好啊 这个整个的操作过程 看着比较血腥 但实际的结果还是不错的 外耳道胆脂瘤呢 它是一个囊带样的结构 最外层是这种脚滑层 而且这个外层脚滑层不是很均一 它跟中二胆脂瘤有类似 但是在病理上还是有区别 中二胆脂瘤的脚滑层囊带 是比较的完整一点 是一个大概比较完整的一个囊带 然后中二胆脂瘤的囊中间 大部分是胆乌醇的结晶 胆乌醇结晶 而这个外耳道胆脂瘤的 这个脚滑层里边是 呃 定名组织 这两个还是不太一样 只是说从脚滑层这个位置看 呃 有相似的地方 所以中二胆脂瘤和外耳道胆脂瘤 完全是两个疾病啊 成分本身就有区别 第二个部位不一样 破坏程度 后果完全都不一样 这个病例我后来都有点后悔了 我说这个有时候当时可能还是 有点有点这个又怎么说呢 啊 得亏是没出事啊 就是有点后怕 呃 他这个外耳道胆脂瘤采用软化的方式是没有办法 彻底解决的就是采用第二页就像呃 叮叮叮色的这种是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他这个脚滑层你没有办法软化 他只多是把中间的这个叮叮这些稍微的能够泡软一点 而且实际上泡软的很有限 这个病例已经在前面 我们经手了两个人 看了三次了 你看中间这个其实根本就还是不行 燃化不了 因为他被脚滑层包裹以后 这个第二页很难浸透过去 我们普通的叮叮叮色 我之前有放过 因为我手里很少让人滴药 所以大家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干燥的 偶尔有时候放一个是其他医生开完滴完药过来的 那个普通的叮叮滴完以后 就真的就八宝粥啊之类的 这种又拿吃又拿这个吃饭的东西说 就真的就像吸壶壶一样 很容易就清理掉 一旦说你点了几次药 发现这个不对 软化不了 或者病人很疼 这个病人已经滴完药以后 会很不舒服了 因为这种减化层膨胀以后 对周围的挤压很厉害 这个东西没有办法 只能是采用器械啊 直接操作 你用其他的不管什么第二页 都不可能是单纯用第二页 洗出来 或冲出来 这些都没洗 必须要用 嗯 直接去我们的 勾针也好 小钳子也好啊 这个直接去把它干掉 当然它也是有一定的技巧 先把这个囊中间的这个叮咛组织啊 清理掉一部分 减轻减少这个囊带的压力 这个深颜色的就是血啊 这个病例 像清理这种情况 一般是不让家属在 因为有的家属对这个出血 很紧张 普通人没怎么见过血 当然对于我们 就是平时经常经理手术的医生来说 这点血 基本上就没事了 因为我们像做头颈部手术呢 有时候那血喷的能直接喷到房顶上 反正个别啊 不是个个呢 那样 我只是举个例子 有的时候这个头颈的手术 遇到这种像血管流之类的 那样出血是相当猛的 这点出血 可能普通人很难接受 所以一般原则上 尽量不让家属在旁边 因为有的人一紧张 直接家属先躺那儿了 你说我们到时候先去处理谁 对吧 但这个因为老人这个状况 确实身体情况不敢让他单独在这 还把家属留在旁边 一个是他可能心理上能好受一点 第二个呢 如果万一有点什么事 家属在旁边看着 他也心里有个数 不然你有时候把家属赶到外边去 框窗这里边人躺那了 人家不知道咋回事 进来也是有时候不好说 所以这个提前沟通好 这个我也跟他说了 我说我们也只是尝试啊 不去蛮干 老爷子全程还可以啊 问疼不疼啊 确实疼 有点疼 能忍吗 可以 没问题啊 心脏也没有难受的地方 那我们就一点点的去弄 可以看到整个全程还是控制很平稳的啊 好 这个白色的角化层已经差不多出来了 有一些老说这个脑子 这个如果用原色看可能更像 他这个肖色以后啊 看着就可能没有那种感觉了 原色 这个红色和白色对比会非常的分明啊 这个呢 这个呢 不管是谁 谁做这个操作啊 这个 我们一些同事也经常有 现在有不少年轻医生也在做这个内镜 一定要跟患者本人以及家属沟通好 因为我们做做医疗操作的时候 经常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存在啊 没事 当然万事大吉 一旦有问题 你提前沟通好和不沟通的话 可能这个后续的发展情况就不一样啊 那以前我就遇到过有一个 也是80多 偶尔道单子流 后来讲清楚 家属就表示不动 确实那人比较弱 而且很怕疼 那个讲明白以后 那就本人也不愿意 家属也不愿冒险 那我们就算了 因为他去本人也没有其实太特殊的症状 二道单子流不见得 个个都疼得要死要活的 有的人就没症状 嗯 那只能是 因为他是一个比较缓慢的侵犯嘛 短期间之内 他不会导致一个严重的病变 那如果患者本人和家属 确实没有办法去 呃面对的话啊 这个有的时候宁肯保守一点 消极一点啊 不要太过于积极 如果大家都比较谅解啊 能够对这个有体量可以 那么我们就 尝试性的做这种操作 这是可以的 哦 这个已经骨膜已经显露出来了啊 中间有一次这个中间有段这个 内镜的光源自动保护 黑屏是镜头离开巴尔道以后啊 形成的一个自然过程 嗯 其实我因为经常做这个操作 我觉得黑屏倒没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比较自然的 有的时候周末 有些人老是患 有些朋友老是习惯看这个 我把黑屏去掉 结果黑屏去掉 就感觉不停的在跳动 嗯 这种连贯性不好 我把黑屏去掉